当有建立一个新的页面加上附件之后 我们呢 这里面架构是还有其他的 对不对 老师可以再做两个部分 首先比如说你看像我的网站规划这边 这里有一个页面 可是下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子页面 所以说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再新增那个子页面 子页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这个 这个 老师你用到现在 现在应该都没有用到HTML吧 那有关刚刚 就负责内容就好 其实就是把那个过程简化了 当然如果你能够了解是最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这节目 关于这个 我们现在要用的这个叫 网站的规划 所以你看 网站的规划 那就等 我发现太长了 网站规划在这里 那这边呢 来我先用Code 网站的架构 OK 我就再建立一个新的页面 好 然后一样把它放进来 我还是用标准的 好 那这个也是放在最上等 好 现在我就建立 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不见得要用 这个 我先取消一下 不见得要用我们的网页 你也可以用公告 因为我是下面还有嘛 对不对 你也可以用公告 好 你可以用公告 好 那没关系 来 既然用的 重新整理一下 好 现在有了 那我现在呢 再建立一个新的页面 可是这个页面呢 我是放在下面 有没有 那个叫网站架构 好 所以我现在到这边来 我call一个网站架构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一样是建在这里 可是重点来的哦 我不是放在这里 最后放在网站规划之下 对不对 好 你可以从这边选 那如果你的 不是这个位置 也没有关系 我们从这边 改变一下 原来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 你是属于哪一层的 好 那这边 确定 好了 这样就进来了 那因为它是一个架构图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托比 贴上 我命走 我说 你怎么会贵 哈哈哈 对吧 你不能直接这样 是要上传图片 好 当然 可是问题这里有一个 那个啊 你这个又不能直接上传啊 好 您要把这个画面是要抓下来 天安老师在抓画面的时候 您都用什么软件 Windows screen Windows screen 你有发疼吗 Windows screen是整页抓 所以我们这边介绍老师一个 缴的那个免费软件 那我把那个 这边我把它打一下来 我画面先还给老师好了 您先利用这个时间把那个网站 呃 网站规划那边 有几页 你可以先建立起来 那我等一下把那个免费软件放上去之后呢 您再试看看 看看用那个小软件来抓图 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比较简单一点 那个免费软件放上去之后呢 我们来这边 您看哦 我们先用PickPick 点进去 里面是有一个这个档案 对不对 直接执行就好了 好 那执行的时候呢 您在右下角这边 您应该会看到一个像这样子 我先把它上架一下 您会发现在您的这个里面 右下角 有没有增加一个这个调色弹 这样就表示有执行成功的 好 那我要抓图哦 所以我就回到我们的这个货的档里面来 不过有一件事情要先做 因为 你要不要把这个东西抓进来 不要啦 这个不好看 所以我们先把它的量 可以的话你先把那个 那个 这个在哪里啊 新的我找不到 OK 点一下 没有呢 哈哈哈 也要这样吗 不用吗 哎 为什么没有效果 好 控制加信号 一样 好吧 那就只好先不管它了 自己再插票好了 来 那我现在这样呢 我就把它抓 那怎么抓 你点 你找到这个好 前左键右键都没关系 好 点一下 有没有萤幕截取 好 这里 一般我想老师用到最多还是所谓的矩形区域比较多 好 那我们要点一下 好 现在呢 你在起点按一下 终点按一下 当然没有拖翼也是可以 这样也没有抓下来 不过怎么这张图变得那么模糊 好 那你抓下来之后呢 它其实这个就等于是它基本的一个景象编辑软体 那你可以在里面打字啊 或者加框 好 那我现在先不要做那么复杂 我先帮它加上一个外框 简单的外框 好 比如说这个 好 确定 给那个外框了 对不对 好 其实老师有如果用过Photocap也有很多嘛 好 现在我就把它储存下来 你看左上边没有储存 好 那么 这里 您存在哪里都没有关系 我把它存到我们的 自己的 好 这个是架构组 当然用中文是ok的 好 刚刚存档的时候 到底您要用哪一种格式比较好 您觉得用这 这几种哪一种格式比较好 这么多啊 如果您要品质最好的 应该用PMG 好 因为它支援的比较好 那如果您是照片式的 当然JPG可能比较适合 好 档案比较小 那如果是其实像我们刚刚抓的这一种 您用GIS效果也不错 好 那如果您要两者都兼顾的 有照片又有那种 就是 更快的用PMG会比较好 但是一般来说 PMG 这个档案会比较大一点点 好 档案会比较大一点点 好 那了解这我现在已经把它存好了 现在 插入图片 哪里有插入图片 好像没有找到 对不对 从这边 插入 也没有看到 图片 那我先强调一下 这种方式的话 是用 会用掉100MB里面的空间 100MB里面的空间 那如果说您不想用到里面的空间 您可能就要利用所谓的Picasa 就是Google它有另外的所谓的相片管理的层次 那你可以直接 或者 你可以直接连到他网站直接 不要用层次也没关系 反正他也提供这个服务 所以你把相簿到那边之后 怎么样 再从这边插进来 那这样就不用到100MB的空间 好 因为那边只有7.8G 所以我从这边来插入图片 好 你就直接插 其实这个界面完全跟什么 跟我们Gmail那些都一模一样 好 点进来 OK 那现在就把它传上去了 好 确定这张是我要的 点到 确定 是不是就进来了 对不对 那你进来之后呢 它这边会有 几个相关的设定 您先看一下 对不对 对不对 图片本针 预设是靠左边 那么也是原尺大小 可是如果你想说 我想要一个小的书图 对不对 有时候图片比较大 我不要用原尺寸的 你可以稍微 选大中小 它就产生书图 那你点下去之后才能放大的 好 点下去才能放大的 那么我们在Word里面 老师是不是都有用过所谓文道图 对不对 那么视频也可以 等于说你如果预设 不开放的话 跟我们在Word里面 超书图片就是一行 那如果你要闻到 它就会到我们哪跑 好 所以这个是这样 那假设这样 OK 没有问题 我就先处存 这样就好了 所以您看 您看重点是您看左左边 因为我们刚刚告诉他 这个页面 是要放在他底下 他就会放到这个下面 好 就会放到这个下面 所以这样就简单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再建立一个新的页面 你看我们刚刚里面 在简报里面 这边是他网站风格设计里面 对不对 制作技术 所以我们再试看看 网站风格 好 这个时候呢 他的位置 就在这个之下 对不对 所以我要选择一下其他 我要走 不是在这个之下 是在他上面 跟他同一层 好 所以你利用这个方式 选取 好 建立 等于说 你现在我们在这边做的 也是把档案归纳好 把它归纳好 所以您看左左边 有没有发现 第二个是在这里 嗯 就是这样 很简单 那我们再把 再增加一个就好的 这去里面 那我 我们等一下呢 可能就麻烦老师 你讲看看了 这个东西 一样 要放在这里 好 建立 好 现在都做好了 老师有一个问题会出现 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你也有的人想要调整顺序 我现在办的方法是 我就在我建立的顺序 一层一层下来 对不对 可是万一我觉得设计里面 比较重要 我要放在那边怎么办 这个 给老师 先思考一下 好吧 我把画面还给你 你先建立 刚刚能用的三个页面 去看看 那你把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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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稍微 適用一下 好 把它支撑起来 然后去抓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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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